来看另外一位女神赵雅芝 应该算是我们那一时代 一代银贫女王 应该算提到她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现在她呢 是只是偶尔出现在的公开活动上 但是她的接班人已经横空出世了 谁呢 就是她的宝贝儿子黄凯杰 为了给儿子在这个演艺圈铺路 只解释走到哪里 都要打一下这个人情牌 这个妈妈真的是用心良苦 来看一下 是 她挺开心的 因为这部戏在新加坡的票房还不错 那我想他们公司会有庆祝的吧 咱们白娘子口中的她 就是宝贝儿子黄凯杰 这位遗传的母亲优良基因 对娱乐圈新二代超级帅哥 近日由黄凯杰主演的电影 《新兵正传3》 《挖人传》 象象的新加坡贺岁党 以上印酒利亚成龙等大咖的贺岁片 刷新票房新纪录 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 新人黄凯杰能够如此迅速地杀出重围 在娱乐圈占得一席之地 恐怕跟她的明星妈妈脱不了干系 她不希望靠我们 她希望自己传自己的事业出来 这是去年儿子刚出道的时候 炸之对媒体所讲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之前可真的没少帮儿子宣传 深极东用自己在圈内的人脉 大打人情牌 当然也不能这样 只一个人替儿子辛苦张罗 黄凯杰的老爸也不甘示弱 拿钱开营业公司 只签约儿子一人 还大手笔送上豪华游艇作为鼓励 到刚才在台上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也很感谢公司这么疼我 这么去支持我 我是要求地益很高的 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更多一点 有了新天地综合不到 应该算是紫城母业了 希望她也能够继承妈妈的好的演技 也能派出很多经典来